裹上蛋黃炒成金沙 最後包住魚塊下鍋油炸 光是看的令人垂涎三尺 又或者是這道淋上蔥薑蒜 香味滲進魚肉裡 一口接著一口 不管是清蒸或者是油炸 飽滿的魚塊送進嘴裡 新鮮肉質搭上海味香氣撲鼻 以前的晚上 我們大概黃溫的時候 15點出去隔一個晚上 晚上釣魚 然後早上就進港 早上就進港 這次是晚上釣吧 晚上釣 因為中國去年禁止台灣水產品進口 身為北台灣最大漁產的 基隆八豆子漁港 業績大受影響 基隆區會加強宣傳力道 前來基隆市議長同志委 一起來賣魚 大概前省的白帶魚 我們大概在基隆 如果集散的話 我們大概在 大概三文之二以上 可能不只三文之二 大概七八成就在基隆 協助我們這些移民 也希望轉達中央 支持我們這個 因為他自消的關係 也是不能出口 能不能幫我們 行銷到別的國家去 不只大陸到別的國家去 聽說現在日本韓國 都有在詢問我們基隆的白帶魚 那我們也希望我們全國的民眾 來多加來採買我們的白帶魚 新鮮肥美 那今天剛好我們也有五載魚 五載魚大家知道嗎 過去十多年前其實也生的比較多 那十多年後其實是進入養殖的時代 那五載魚的比較特別的地方是它 一般的魚都是在腹部比較有油脂 那五載魚呢其實它是全身 因為透過這個養殖的這個飼料 全身都是一個分布非常平均的狀態 所以希望大家一起來 採購我們的白帶魚跟五載魚 讓我們這個漁民可以有比較好的狀態 基隆每年數千噸產量的白帶魚和五載魚 出口受到阻礙 基隆區域會大力行銷 希望幫漁民拓展各種通路 記者黃燒民基隆報導